立法院上午举行了临时会前的谈话会 要确认处理议案 但是朝野协商不成进行表决 国民党挟着多数优势 排进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服贸还有示范区 绿云放话权力的杯葛 朝野气氛相当紧张 王金平怎么劝 身旁的台里立委拿着标语 就是不让上台 立法院临时会前的谈话会 气氛紧张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更是在一早九点就拜会 国民党大党边林洪池 那从行政部门的角度 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尽速推动 他们希望说能够到这三个 这个城市去走一下 然后顺便跟地方首长互动 那我们陆委会的看法是觉得说 如果张主任能够跟基层的民众 跟地方的民意有更多的接触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要来台 实际敏感还碰上立法院临时会期 两岸相关议案包括福贸示范区 以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能否处理更受瞩目 当时正好是在立法院临时会第二个礼拜 当时还是在行使人事同意权的阶段 监督条例或者是两岸福贸协议 这个部分可能时间很有限 也比较不容易有比较大的进展 所以照道理这次来应该不会冲击太大 朝野协商没共识 愿会展开表决 国民党要狭带多数优势强度关山 在野党势必全力杯葛 蓝绿攻防大战山雨欲来 有点TV胡锦帅陈明晏朱祁鱼台北报道